嘿大家好,我是陳豪 今天我們繼續再來玩趙雲 趙雲想當年,好幾千年前 可是跟著我們劉備哥 一起平定荊州 在赤壁之戰之後平定荊州 趙雲他的技能 二三個技能 第二技跟大招都是由控制技能 都是能夠達到一點緩速的效果 都有三秒鐘的緩速時間 所以在使用的時候 如果對方貼著你 可以用這一招去達到一個 稍微緩速別人的效果 趙雲的一技在釋放的瞬間 是會對敵方造成一點傷害的 所以如果能的話 盡量一技不要直接開過去追別人 除非是對方要掛之類的 盡量能夠拿來解控場 這樣比較好 這個一技這樣施展起來 CP值比較高 比較有他的效益 那我這邊的對線是馬洛斯 其實如果真的要跟馬洛斯打 我還是會蠻怕的 不過這隻馬洛斯呢 他感覺也是蠻小心的 他不會一直硬想要衝出來跟我打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如果我是馬洛斯 我一定一直去跟趙雲打 那這裡看到對方納克 欸想吃古龍 門都沒有 直接就是收掉他們的古龍 那馬洛斯圍石一晚 過來的話 什麼人頭都沒看到 他家車尾燈 秀一下就都不見了 那馬洛斯呢 他一直使用一技在砍我 那其實這樣是 我覺得你玩馬洛斯的話 盡量不要把一技隨便的拿出來 就秀給別人看 因為通常你知道一技秀出來之後 對方就知道你帶5秒的CD 這5秒呢你是沒辦法附魔的 所以我會 就是 會上前去打這隻馬洛斯啊 那如果你玩馬洛斯的人 千萬要記得 這個 呃 除非你是純粹想情編不想跟別人打 不然的話 這個一技呢 不要就是有就放有就放 這樣 不太好啊 不過 對 人各有志嘛 一樣米一樣百樣人 呃 有人就喜歡拿著大刀這樣一直揮 那也沒關係啦 好不好 個人作業 當 小丁做事 小丁當 還有這裡 直接馬洛斯過來砍我 那我就知道 欸沒有跟他打 讓他去 清中路的兵啊 那我呢 就是趕快回到下路這裡 把我們的兵線清掉 那我們蝙蝠牆也算是蠻給力的喔 我直接就把龍給吃掉 那我 跟對面的馬洛斯呢 直接來到一等的差距 那這裡我們繼續蹲一下看看 因為其實馬洛斯他這麼貴的話 我也是沒辦法殺到他 我根本不可能強行進去塔殺他 所以這個馬洛斯呢 我相信他的 那個玩家呢 個性一定是比較保守的 因為馬洛斯這隻角色 其實是可以打得激進一點 那只要呢 盡量去躲一些攻擊就好 那因為對到趙雲啊 其實趙雲開啟一技來 打人的話 要痛也是蠻痛的 出了研磨出了反甲之後呢 都還是有一定的殺傷力 那這裡直接看到大招會 反正想直接上前去打他 那因為呢其實我方的人都差不多要過來 駕到 都已經從各地的這樣 趕過來了 所以其實這一場仗呢 你說要打 當然是可以打 那直接看到這隻納克 進去 就算我被抓住 我也要用斬殺收掉那隻納克 那結果呢 這個斬殺呢 一次好像收掉兩顆人頭啊 超值啊 這個斬殺已經直到爆表了 那趕快把人家的下塔給推掉啊 不要給對方任何一點喘息的機會啊 最好是能把他氧氣都吸光啊 那這裡呢 我就是繼續來農野 我身上 欸 居然有這個藍啊 那趙雲其實也是一隻 呃 稍微需要藍的角色 那但是 畢竟打野另有其人嘛 我們就不要去跟別人爭奪 那稍微來看一下對方的野區 來亂一下 因為現在這個優勢呢 稍微是倒向我們這裡 所以我可以 就是肆無忌憚的去 他們野區遊走 要跑的話 我當然也是跑得掉啊 那這裡好像 因為我看到對方的勇在 比較偏上面一點喔 所以其實 應該是勇呢 用這個大招把 我們的這個龍給收掉啊 我們就稍微做了一下義工隊啊 傳說義工隊啊 那這裡我們 直接一駝人喔 就擠在這裡 感覺要打不打的喔 其實我一直想走啊 但是我方人好像又想上 又想上 我就又過來 那又過來呢 我這個人頭就又送掉了 真的是 就是一個溝通不良啦 好不好 那大家呢 盡量就是 不要這樣 那要打呢 我們就果斷一點 打就打 不要打 就趕快按撤退 就趕快跑這樣 像剛那樣 迂迴真的是很慘啊 你會搞的隊友呢 神智不清啊 不知道你是要打還是不打 不管是不打呢 還是要打 那看我們的盧密亞 哇 盧密亞不小心被這個 普雷塔給收掉了 那我趕快就是過來幫盧密亞報仇 那趙也沒有這個穿槍技能 真的很麻煩 要追這納克 基本上根本追不到 那不過沒關係 那克跑了 我們就可以安心的來把這個古龍收掉了 那蝙蝠下來看到我 趕快過來幫我 那古龍一隻呢是72塊嘛 大家都不要 不要嫌這個小錢太少喔 積少成多積殺成塔 我們就是每一點的經驗 這個每一點的錢呢都盡量 能抽乾就抽乾 能扒多少皮就扒多少皮 那我們盧密亞 我們大塔差點就被人家給欺負了 那我們繼續蹲這個場 看看能有什麼動靜 那別不小心隱身上了 那抓到對方這個勇啊 勇一個閃現 結果被勇跑掉了 那我趕快就是 看到這隻馬洛斯 那本來想搭馬洛斯啦 結果普雷塔居然在那邊發呆啊 他可能在想說今天晚上要吃什麼吧 直接就是轉換一個目標 打他們的普雷塔 只能說這個人頭呢是 別人送的啊 那這裡我們的蝙蝠俠又被欺負了 我趕快過來 那對方這個阿萊斯特 交的這個閃現 也算是交的蠻漂亮的 直接穿到牆的另一邊 那這裡他們的這個 這個馬洛斯又過來幫忙了 所以我們就稍微先退一下 那趕快把他這個 藍呢給偷掉 不要讓他們打野呢 有得到這個藍的機會 那中路這個普雷塔呢 感覺又要掛了 那我直接進場 欸? 挖操 沒有收到人頭啊 居然沒有跌到 連邊都沒摸到 那怎麼辦 那... 沒怎麼辦啊 我們只好去找別人對不對 來這個彌補剛剛那個人頭 那直接目標就是這個勇啊 開著加速衝進來 2技緩助他 大招真實傷害打下去 再用一個1技 直接收掉他 連1技都不用開啊 OK啦 也算是彌補我剛剛那個 一點點的遺憾啊 這樣呢 我今天晚上可能睡覺會好睡一點 不會想著 啊幹 剛剛那隻普雷塔居然沒殺到啊 那... 他們的這個AD死掉之後呢 威脅呢 就能稍微少一點 那繼續呢 看到這個古龍就來吃一下這個古龍 那現在這個戰況呢 基本上 我們只要好好打 不要就是 犯一些莫名其妙錯誤 應該是可以十拿九問的 因為塔 三個外塔呢 還有下路的這個二塔 都被我們給推掉了 所以我們這時候呢 只要小心應付 基本上呢 就是能夠拿下這場勝利 小心死的萬年船嘛 那這裡我們的人已經慢慢 堆進來了 但是只收掉對方的這個法師而已 那對方的人呢 也算是打得非常的保守啊 我們要 直接進去塔殺他們也是不太行 因為他們這個中塔的血量呢 還不足以我們直接去塔殺他們啊 而且他們的人也算是蠻多的 那後排呢 他們還有普雷塔 然後又有勇 所以防守效果呢 也算是不錯 呃 大家就是在玩 這個遊戲開始的時候呢 就是盡量可以 花一點時間去分析一下 對方的這個陣型是怎樣 是適合切後排的呢 還是他們是適合 保排的 或是他們是適合直接去塔殺他們 那像這種脆皮 然後我們又一群人躲在這裡 對 其實牛一個開大進去 基本上他們就就就就就沒戲唱喔 那一說啊 牛馬上就開大了 因為牛跟我是雙排嘛 所以當然 我的想法啊 他都知道 直接就一個進場啊 收人頭了 然後開始人頭收割 盧米亞 呃 娜塔亞呢 在後面輸出呢 算是非常的OK啊 我們的這個 寶牌效果也算是 還可以啦 我也算是一隻可以去寶牌的角色啊 那 娜塔亞這隻角色呢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走位 因為基本上沒有什麼衛進 雖然說有牽制劑啊 但是 還是說 還是相當的脆喔 那你開大招師那後呢 手一定不能挫啊 不能抖啊 絕對要穩穩的按著你的方向鍵啊 因為你稍微一個偏差呢 可能就差那一點傷害 就收掉對方一些 比較重要的角色喔 那這裡古龍又出了 趕快就是去吃掉古龍呢 不如小補喔 那因為 我本身趙雲的奧義呢 或是裝備是沒有這個回血功能喔 所以 吃古龍隊來講也算是蠻重要的 那如果你玩戰士呢 如果沒有出什麼 沙彈之風啊 之類的 或者是其他一些 法師應該也還好啦 主要是戰士啊 或是打野 那就盡量去把這個古龍給吃掉 那 看到上路這裡又有一坨人喔 我本來想蹲這個草 結果被對方普惠塔發現 那 這時候呢 他們的這個 馬洛斯 好巧不巧啊 又被我們抓到 直接再一個斬殺 收掉他 那下路這裡呢 他們的納克羅斯已經在做分推喔 這是一個蠻正確的決定啦 因為你其實打不過別人 要嘛就是分推 要嘛就是多抓掃 那如果對方都一頭一頭走在一起 你也沒辦法去做個多抓掃 所以呢 分推呢 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策略喔 那我們的這個 納塔亞呢 也回去了去 守家 那畢竟納塔亞算是一個 法工的角色嘛 所以 在打塔方面呢 是比較不會那麼的 給力喔 那 那 讓他回去呢 算是一個比較 OK的一個選擇 因為對方其實 人也死的差不多 那我們這 這堆人呢 直接壓進來 對方也是毫無招架之力啊 所以讓一個 打塔效果比較低的角色 回去守 家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好的 那今天這場比賽呢 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話呢 歡迎訂閱我囉 謝謝 掰